歡迎來看KT叔叔公在開箱 今天又要來開航海王了啦 大家看一下 這是萬代所出的航海王的出航系列 齊龍珠是出陣 航海王就出航啊 這個名字取得非常符合邏輯啦 那這個是今年所推出的新系列的樣子 那我收了索隆還有商機香吉士 然後還有魯夫都在來的路上啦 那今天先來開索隆啦 那它正好是我最喜歡的站姿的 不會有太大的動作 究竟做工怎麼樣呢 趕快就來開箱跟大家分享啦 GO 哇 直接公仔本體一隻 然後一個底座 底座看起來蠻小的 好開一開 哎呀有點悲劇啦 大家看 它竟然把這個卡榫做在腳底 所以一定要用底座 哎呀哎呀 哭哭啦 沒辦法 好把它裝起來 它裝的時候 哎呀 裝的時候腳要稍微掰開來 可能這樣子 的製造 設計 會比較緊密 哎唷 好 好喔 來帶大家看一下公仔整體啦 我們不含底座量了一下 17公分高啦 那整體看起來 因為 我收的 航海王的公仔還不多 目前開這個也才開第二隻而已 前一隻WCF系列 還是那種可愛小小的公仔 欸不帥 那等於這隻第一隻 無從比較 不曉得它覺得怎麼樣 不過還是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細節來評比一下啦 首先 我們看一下這個頭雕 我剛剛發現一件很妙的事情 側面看 蠻帥的 可是轉到正面看 不曉得為什麼 就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沒有我印象中的那個索隆那麼帥 大家看 側面看 是蠻帥的 正面 也蠻帥的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正面看就怪怪的 還是這樣是正常的 如果有對航海王比較了解的朋友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一下 那我覺得 這個 這個臉喔 不知道為什麼到底會這樣子 那這個頭巾 一樣 我記得索隆 每次好像認真要幹架 就是會綁一個頭巾 我看Netflix 上面是這樣子 我還沒有看過動畫 有時間再慢慢的看 那整個膚色 我覺得它 顏色是比較 單一一點點 沒有什麼陰影的漸層 但小的景品公仔 好像幾乎現在都是這樣 胸前的這一道巴 它是有刻畫的 它不是用單純的上漆而已 它是有刻畫的 這部分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個8 太整齊了 就是 少了那種滄桑感 大家懂我意思嗎 太整齊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這8 不夠真實 然後 它的大一是黑色的 整體 這個皺褶的感覺 還有這個 大一的100 飄逸感 其實做得蠻不錯的 那因為它是深色 所以就 不好再做什麼 塗裝的處理 那這一塊 紅色的腰帶 也是一樣 有一個飄逸感 皺褶都做得不錯 然後腰帶 就有綁著三把 三把它的劍 對不對 這劍 是沒辦法拔的 那這三把劍 那個別有什麼意義嗎 不曉得有沒有人知道咧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只知道有一把 應該是他小時候 他的那個對手 留下來給他的 那個對手好像 後來是掛了 好像是一個女生 對不對 如果Nephys演的 沒有 沒有亂改的話 那KZ的解讀應該沒有錯 連這個手的皮膚我覺得 真的就是比較單一色 然後 一樣是這種熱血漫畫 我發現 航海玩的角色 的主角啦 他們就是身材都是這種瘦藏型的 就比較寫實一點點 那七龍珠就是會有那種 欸爆炸的大肌肉 比較沒有那麼寫實 對不對 那這一件的亮點 我覺得就是整個大衣 每一個部位的這個皺褶感 都做得蠻整的 那袖子的地方 捲起來就有這樣子 甚至還有一些反折的處理 那衣白 是這樣子的 縫吹過 這樣子 飄逸感 蠻不錯的 然後他的靴子 我覺得他的皮靴啊 他就用了一個很亮的顏色 來製造出皮靴的感覺 這部分蠻不錯的 皮靴該有的皺褶也是這樣子 那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他裡面是有穿褲子的 褲子 也是有皺褶的處理 那因為他顏色是深色的 所以看起來塗裝 是比較單一一點點啊 本來還在擔心說 哎呀這種一定要裝 裝底台的會很佔空間 結果他的底座 做得很小 算還不錯啦 那如果他可以不要有底座 我覺得這樣會更好 我就很不喜歡 有底座的公仔 好喔 以上就是這一隻 萬代預購景品系列的 The出航 航海王 The出航 索隆阿 Roloa Solo 不曉得有沒有觀眾 有在收藏這個系列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KD叔叔目前開航海王 開的還不多啦 那我對航海王真的也了解的不算多 如果覺得我有哪邊地方可以再加強的 也都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啦 那也可以加入KD叔叔的頻道會員 一個月只要30塊 就可以支持KD叔叔繼續製作更多 青龍珠還有航海王相關的公仔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啦 好 那我們就下一隻開箱見啦 掰掰 好 好